意外发生后救护员马上为电单车司机进行心肺复苏 可惜伤者已经回天乏术当场死亡 怀疑失控的巴士撞到电单车之后 冲迁好几米 直到撞上行人道的围栏才停下 巴士车头严重所毁 一排三个的围栏全部变形被压在车轮底下 警员为巴士司机录取口供 事发在岛上八点左右 在发电厂旁边的发桥湾 一辆巴士在上坡期间按照交通警指示停车 没想到刹车突然变成往前冲 撞到前面一辆电单车 当时我们的警员已经在现场将电单车截停了 但是巴士当时在驶上来 驶上来的时候他就没有停下 据称巴士司机自己表示 当时怀疑是杀制系统失灵 没办法将车停下 31岁姓陈的男司机被卷入车底当场死亡 巴士司机声称事发时巴士不受控制 而肇事的18号A巴士属于新的车型 奥巴表示事件还在调查之中 暂时无可奉告 意外原因还有带警方进一步调查 澳雅卫视 彭艾斯陈建宁 澳门报道